大家好 我是混水 欢迎comment like share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金融的黑幕内幕真相和分析的话 也都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 最近我的patreon就教别人如何利用个人理财财机 可以免息分期套大概超过30万左右的数出来 都帮助了很多人在现在一个经济困难的阶段度过难关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了解多些 我亦都开通了payme的点场和打赏服务 所以亦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关于中环催气奇迹的这件事 我觉得上一个podcast都讲得挺完整的 亦都针对着这件事的最新跟进 我都希望可以再强化一些论述上的部分 我先回复一些大家没收到的重点 第一其实这件事不是盛事 虽然大家都很恨政府 或者觉得政府经常都会搞盛事就搞到一祸足 但是你要分得清楚 就是今次搞催气奇迹的整个单位 整个团队是跟政府无关的 他们是没有收到盛事基金 政府的盛事网站是没有endorse过这个活动 这是一个私人活动 第二就是本身这个策展人Grace Owl 他有做得对的地方 亦都有做得很错的地方 第一他做得对的地方 就是他不像一个策展人 暂时我不太感觉到他是一个艺术策展人的身份 但是他就是一个挺愿意做公关的人 例如他会上商台再晨两的一天出发 去解释自己的一些理念 他会出一些公关稿 甚至乎连海外的一些KOL 包括李兆富、李世文 他都愿意去接受他的访问 去说回他的那一套说法 我见到他似乎跟冯熙乾都有所接触 冯熙乾都有把他的说法 是贴在他的社交媒体那里作为一个参考 就是换言之做公关的那个部分 他是出力做的 但是他做得错的那个地方就是他说大话 因为最初他就说那个吹气的艺术装置 就绿色不绿色那些东西 他的版本是不停改变的 Yahoo!新闻就是因为背后的团队 其实都是以前很厉害的 一传媒的财经记者的团队 所以你玩这些把戏 别人那些人基本上就是身经八战的 一眼就看得穿 你和那些人去打 然后你还要说大话 他就立即捉到你这些版本上的脱漏 就立即可以将你的credibility 感到最低了 他说大话这一样东西 是他做得很错的一个地方 但是在我的眼中 既然你私人机构做一件事出来 你自己和你自己的私人机构交代就OK了 但是之后他做得差的话 其实都是他自己的事 所以在这个层面来说 我都有少少包容 还有我自己也是一个香港的收藏家 所以我对于香港的艺术活动 我也是有一个偏颇的包容 这个部分我也是适应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考虑我这一点 而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策展人 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现在有一个催气的装置艺术就做了出来 那些人就拿回西九曾经有一块屎的 那个催气装置艺术就出来做一个比较 那这里首先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那一块屎那些人就以为是最近发生的 其实那一块屎是Paul McCartney 是应该2013年去做的一个装置艺术来的 那当时也有很多人都不明白 就是为什么一个这么漂亮的海港地方 你要摆一块屎 那个艺术语言是说什么呢 那些艺术的理论或者那个概念是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那时候是不明白的 但是那种不明白呢 都是变成是一个public art的一个步伐 就是你不明白 你透过公共空间去进行讨论 就是你表示你不明白 表示为什么要摆一块屎在这里 其实这个已经是那个艺术对话的一个形式 也是一个艺术engagement的一个参与 那这一件事呢 你不明白呢 其实已经是成为了艺术的一部分 就是都挺圆妙的 因为始终现在当代艺术 尤其是public art的部分 都是说你和空间 和人之间的那个对话 它不是放在一个white cube那里 它不是就放在一个 你可以想象得到的展览厅 或者是一个画楼的space那里 它是放在公开的地方那里 一去到公开的话呢 你要面对的stakeholder 就不是那些creator 或者是写艺术评论的art critic 又或者是那些有钱的收藏家 你是要面向公众的 你面向公众就变成是一个公众 那么长迷的参与 空间与空间之间的对话 空间与人之间的对话 所以你是必须和公众的媒体 去有一个互动关系 因为人是很难为自己发声 人都是透过媒体去发声 而媒体也是会搜集人的意见 所以你变相作为一个策展人 你要和那个媒体 你未必说要建立很好的关系 但是你起码要识得借用这个媒体 去传递到你做这件事的目的 又或者有些核心的艺术理论 或者理念要表达得到 但是就这个层面去看 就是grace out 这件事的那一位策展人 我觉得是失败的 因为到最后那些艺术的理论 没有办法深入闻深 你是解释不到这件事 然后整个重点就是 在分析到底有没有射过那些绿色灯上去 那射不射过那些绿色灯 其实是一些很技术的东西 然后就会踢爆它有没有说大话 那所有的讨论焦点 都和艺术是没有什么关系 射绿色灯可以是一个艺术讨论 就是你解释为什么射 解释到背后的一些艺术原理 你讲到的理论 你就赢了 但是grace out 首先它是拒绝承认 有射过那些绿色灯 后来你又有射到那些绿色灯 但是你解不通当中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你解不通的话 就代表你没有办法 作为一个展品 然后跟那个公众去进行一个对话 因为你说了大话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甚为可惜的地方 我之前podcast都有讲到 现在当代艺术其实是很注重概念 那些概念有时候 你都不明白的 为什么一个尿兜就是达达主义 又或者Lucille Fontana 他在中间画布解释刀 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当代艺术 Jackson Polo 就不断扑那些东西 就变成了一个大师 然后Andy Warhol 他印刷的那些印刷 就是一个举世磨双的作品 比如好像Lucille Fontana 你在画布解释刀 他又懂得解释刀 我也懂得解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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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他是大师 我是拆头 中间是有一个艺术的语言 去解释 概念当然是可以没有辨解 但是那个概念 如何过渡成为艺术 去present出来 就是这个拆展人 要做到的地方 但是他做不到 当然 我觉得现在做拆展人是难了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拆展人 你是要顾及公众 尤其是你在做公众的艺术装置 因为公众的艺术装置 就是公众 你要跟公众有所接触 而公众之间的媒介 就是媒体 而媒体其实也有一个蜕变 就是以前可能 你跟那些传统的媒体 去做了一个合作 你就可以借用到这些媒介 去讲到你的那个艺术语言 但是现在人人都有口 人人都有一个权力 去为自己的意见去做表述的时候 就是社交媒体 简单点来说 就是你要 engage 的 就是社交媒体的一群人 就是当然在一个创作者眼中 我们就是一群不懂艺术的 生番来的 我们是盲族来的 我们完全是马瓜来的 我们是白痴的 什么都不懂的 OK的 你是可以站在这个角度去想的 因为如果你做的一个white cube 在一个艺术展示的空间里面 你当然是不需要理我们这一群人 你需要照顾的 就是艺术家 策展人 可能是整个艺术圈的所有持份者 可能是拍卖行里面的人 art critic art media的journalist 或者是收藏家 你是不需要理公众的 但是public art就不是这一样东西 public art是佔用了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 就是不要用右翼的角度 用左翼的角度 是属于大家的 大家是共同治理的 你整个东西出来 你是影响我眼球 这个东西是会让我看到的 我看到它的时候 我视觉上就会和它有一个interaction 而那个interaction 就是当中 为什么会构成艺术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观想之道 就是怎么样来 这个部分 那个策展是要解释的 就是就算我们是艺术盲 我们是白痴 我们是三番 但是因为你在做的是公众艺术 你是个策展人 你是要解释给我们 就是你不是就这样自己 在一个密室那里整个东西 去小圈子去玩 那我们都是持份者之一 但是这一位grace out 令我觉得可惜的地方 就是由始至终 他都比较像是一个共关 就不能去拆弹 去解释那些绿色不绿色 我去找李少傅去澄清 我去找903去澄清 他没有说到一些艺术的东西 去提升整体大部分市民的 那个美学触角和美学知识 这个就是令我觉得可惜的地方 就是我们是不懂的了 我们是无知的了 就算我懂一点 我都是一个八九线的收藏家 你是要enlighten我 因为我就是public art 构成的一个部分 我是stakeholder 你要engage我 但结果你什么都没有做到 就是在那里攻关拆弹 这个就是令我觉得 他作为策展人失职的地方 当然了 我就层意很高 所以可能我对他的要求很高 其实可能现在坊间大部分的策展人 都是比较像一个project manager 总之呢 我接了个project回来 就有个budget 那个budget我就当作 好像event planet 我找个warehouse warehouse 就帮我去搞这些东西 接着我做QC 做完QC之后就出街 出街做新闻稿 他可能是从了event management的角度 去策划这一件事 但不是了 你是艺术 艺术就是要做到我刚才 我觉得至少应该要有的部分 就是as一个策展人 你是要懂得去点醒我们这一帮谋理 你当我们不懂 那你就说回你的那套语言是什么 还有呢 有一个位置都是说得不清不错的 但现在有些媒体都开始聪明了 初初他们会将Joanne 变成了或者写到她成为了 这一件作品的艺术家 但后来那些人开始会改变 或者更正 媒体都有更正 就是她是一个概念创作家 什么叫概念创作家呢 因为整件事本身的概念 是来自Joanne的 但Joanne是没有策划整个的展示 那个展示就是由Grace Owl 和她的团队 即是Central Fair New Management 去做的 换言之 Joanne就是出了个概念 概念就被这个团队拿来用 那么那个团队怎么用呢 其实Joanne是不知道的 这里也衍生了很多法律上的东西 就是那个概念 到底是不是应该要算下去Joanne 但Joanne就是出了个概念 概念当然在一个形而上的角度来说 是无缘忽界的 David Hume 也最喜欢说概念 无缘忽界的 但是你无缘忽界都会有个障碍 就是你放在形而下的角度 他属不属于一个知识产权呢 就算他属于一个知识产权 他怎么去界定呢 他占多少呢 又或者去到什么部分 他要负责不负责 又或者他对于那个展览 有没有说明 他是不是可以叫停一个展览呢 这些全部都是一些 现在AI冲击着艺术的时候 应该要衍生的法律讨来的 但是当然了 如果要求现在这个策展人 可以将整个讨论 挣到这个层面的话 是层意很高的 因为现在你看到这个策展人都说 其实我们做这些东西都是私人机构 不关政府事的 其实我们都是想小朋友开心一点 一家大小就去玩那些催气波波 这些真的对我说很枯浅 你整个东西是公众艺术 到最后你都是想 就是家长带小朋友去放电 然后当成是一个周末的消遣 其实这一件事 真的不可以用艺术去自居 但是他又将这件事 类似成为一个艺术 但是他又说不到 艺术应该要有的那套艺术语言 和艺术理论 这个就是我最生气的地方 就是跟外面那些人 对他的那个批评是不同的 外面的人就批评他说谎 批评他做出来的那件屋很可恶 影响使用 但是我不是这么想的 就是这件屋可恶不可恶 我就不敢说 因为美学的东西就没有对语错 但是起码我知道 就是你作为一个艺术的展品 你是应该要 present到一些艺术的语言 它未必有meaning 但是起码你要说到一些论术 那个论术是很薄弱的 就是大家一家大小去玩 我瘋了 这些是活动planet 这些不是艺术 我是希望听到一些更高层次的东西 去enlighten我们这些白痴 enlighten我们这些麻瓜 enlighten我们这些艺术 但是完全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很可惜的一个地方 首先希望大家可以多些crs comment like share 和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个是非常之重要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youtube 80元的会员计划 这个80元的会员计划 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 所以feel free去问 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解答的 你问我们多少条问题 留多少次言 我们都会解答你的 那是非常之划的 你问我们100条问题 我们都会解答你100条问题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pay me 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同一时间也都放在comment 和caption那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去打赏我们 还有也都多谢一下打赏我们的朋友 那我们也都有一个点唱的环节 就是你只要在pay me那里 输入一些理想我们说出去的message 那我们就会透过我们这个平台 就会说出去的了 那所以希望大家都善用这个 点唱环节的服务 那也都除此之外 我是有一个patreon的订阅产品 那里面是会爆很多黑幕内幕 和一些独特的独家分析 那甚至乎我现在正在做的奇人谈 是会找不同的嘉宾做访问 那里面也都会再有一些公开 不方便去讲的一些黑幕资讯 都会在patreon那里爆出来 也都有很多的电子书 电子杂志 和很多的精彩内容 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绝密的 爆是非的youtube 那就希望大家可以订阅一下我的patreon 那最近呢 我就最受欢迎的内容是说一下 怎样可以帮现在香港人 是可以透过信用卡材技 是可以套到30万出来 那这一招的财技呢 套到30万之余呢 亦都是可以分期付款 其实是超过30万的 只要你懂得玩的话 那所以也都帮很多 现在有现金周转困难的香港人呢 就解决了他们一些的燃眉资金 那甚至乎有一些的税项的财技呢 是可以一月的税移到去五月才交的 那也都有这些的巧妙东西了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订阅一下 那我自己也都有一个Fortune Insight的订阅产品 那里面就会多些上市公司股票内幕的分析的 那至于90后投资经理阿燕呢 我的节目拍档呢 他的投资回报也都是非常之厉害啦 近年呢都很轻易呢 会找到一些两三日前买之后 就会爆炸性回报 几十个percent至一倍的股份的 那大家如果对于投资 港股或者美股策略上面呢 是有疑问有兴趣的话呢 亦都可以找一找他呢 就把握现在这个机会的窗口 那至于联络他的方法呢 下下就有一张Google Form 也都有一条Google Link 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 都会留下这个Google Form 那大家可以去找一找他 了解一下他的那条策略 那这个就你们自己私底下联络 那就无需要去经过我的 那我也都相信 今年呢 是一个最重要的机会窗口 那大家一定要把握 这一年的机会窗口 要多多些钱 去做好整个人生的资产 投资的财务部署